來啦 等一下我們要去學校了喔 妳開心嗎 要載女兒去上學 路途中張宏姐也沒忘記 跟她一起錄節目的藝人們 特別打視訊電話回去 我們今天要看學校 我們大家一起陪妳來看學校好不好 看學校好不好 好 好 好可愛 但是我們只有這一些位置 我們三個已經坐下去了 那你們開自己的車跟我們 我們開自己的車 好 童言童語蒙翻所有人 張宏姐難得回家一趟 也親手製作蛋包飯給兒女 擔任陪婉 爸爸祝福一天 我們來祝福一天 爸爸很快樂 溫馨的親子生活 充滿愛的互動 隨著節目片段曝光 也讓大家跟著融化 而節目中其他人 首次嘗試慢綜藝 也締造像家人般的友誼 來這個節目就是認識大家 然後更進展成家人的關係 這是 真是史料未激 對我來說 就是 他們就是我最大的收穫 這樣已經夠了 24小時時禁授 大家從不熟到建立密不可分的情感 生活點滴的分享 溫馨而療癒 TBS新聞新聞 同一Patreon推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